接下来是在python C++程式中加入ROS的通讯 这边我们在学习时 要去问各个工具的适用情境 以及有什么限制 比如publisher跟subscriber 是在适合连续的感测器资料读子 那这边就会遇到了 你有比如两张相片 要去做 topic的同步 那service是指进行一次性读写的动作 比如你去 比如是在node的程式在运行的时候 你可以去动态的改参数 这参数通常是静态的 比如说像pid的pid的值 或者是你去储存相机校正 内参数校正完的值 或者去设定目标点 那actionlib就是 当你的当你用一个service 但是他不会回应的时候 你可以去中断 比如说你有一只手臂 你设定一个目标点给他 但是实际上他在运作的时候到不了那一点 如果你这时候你用service就会一直去等 等不到 那actionlib就是一个可以被中断的service 那另外还有timers的写法 这么多人要用ros 那总结一些文献以及使用的经验 topic在250Hz以下的应用不是 应用适合用ros 不讲求绝对hard realtime的系统 适合用ros 那有一些技巧是透过 共享记忆体的方式去减少沟通的成本 那在自驾车上常见的感测器资料格是有照片 或者是那照片这边我们会认识到一个ros的封包 转成opencv的ros package叫做cv bridge 另外是点云 点云的原始资料是点 空间中的xyz点跟反射值 那也会认识到pcl 全名叫pointcloudlibrary点云处理函事库 那如果你在工厂应用可能用的是2D的面雷射 以及imu的读值 好那以下就要从现成的python程式中加入ros的通讯 那我们先从已发布照片接收影像做处理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node叫做publisher 它会从资料夹去读照片 经由cv bridge转换成ros的格式并发布 就是这边跟ros bag的差别就是 假如你使用像上次kitty kitty你使用ros bag去播放 那你能用的topic就是那些预录好的 预录在ros bag里面的topic 那如果我想要去自己去挑我要去放哪一些topic 那你就要自己去写publisher 那发布出了 当publisher发布出image的topic的时候 另一边的subscriber再去接受 然后触发callback function 那这边会用到cv bridge的ros package去进行 去转换成opencv可以处理的函式 那publisher大概就是大概有三个步骤 那我们现在就来就来发布照片 先讲这边好 宣告pd 好 那我们去打开clion clion clion除了写上次设定的是写c++ 那假如你要去写python的话 你只要点 寄file setting底下 然后build底下 有一个python interpreter 这边 这边要讲的是ros 其实用的是版本2.7的python 其实可以改成python3 只是这边先用python2 因为 好 所以你就是选择你的interpreter 是你原设的python就可以了 哦对因为cv bridge用的是python2 python2 好 那我们这边这个范例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 从我们 之前用的 之前我们用的资料夹是 2019 2019 data kitty rolldata 好 之前我们的范例是 用这个去 用一个工具去产生 kitty的rospeg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是直接进这个资料夹 去用opencv去读取 那读取出来以后 把它转成ros的格式并发布 所以就是写一个publisher 然后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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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写好了 好 那你可以试着把第一行这个 这个其实是 使说这个python是要用python2 你可以把它拿掉试试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的man里面呢 就是我们宣告了 kitty文件 照片文件所在的位置 这边 好 那第一步呢 我们先 我们要写一个publisher 那publisher做的事情呢 我们先去 你要去 init一个ros的note 那这边的anonymous的意思是指说 你可以 就是你之后可以用同一 同一个 同一份python文件 但是你可以再创造另一个 另一个note 就是同样一份程式码 但是是 另一个process 好 那publisher三步骤 第一个就是 你要去宣告一个 publisher的物件 那这个物件 它会发布的topping的名称 我们叫它 叫kittycam 然后它的格式呢 是image 那这image 的格式呢 是你要去include 叫做 ros有一个 package 叫sensor message 然后 里面的image 然后 再指定 这个q的大小 那这边 这边做的事情 所以就是 你原本是 然后 所以原本 所以我们做 然后 我们原本做的事情是 去用opencv 去读 读 data path 就是读这个路径 那这个路径呢 我们是把data path 照片所在的位置 跟后面这个 去 合在一起 这路径合在一起 那这个写法呢 是指 到2019 sync data 底下的 image00 data 那这个意思是指说 我们会有 我们的照片 有10个位数 10个 10个0 点png 那我们要的是 第0张照片 percent0 是第0张照片 如果我要要的是 第10张照片 就是percent10 好 所以一开始 我们去读档 那记得再去 透过 cv bridge 所以cv bridge 在你 最上面 要去 宣告 呼叫这个 一个物件 产生这个物件 一个bridge的物件 然后我们控制了 这个 ROSPy 就是 publish pub的 频率 是 10赫兹 就是 1秒送 10次 好 然后 所以第一步 你去宣告一个 publish publish的物件 然后去定义 你的publish的 频率 然后把它包在 在一个fire loop里面 好 然后 然后 那把照片读出来以后 我们透过 cv bridge 里面的cv2 image message 那cv bridge 这个函事库呢 你要去include cv bridge inforce cv bridge 这个东西 那它的 格式是 bg8 然后 我们这边 停顿一下 好 那这样子 我们去 发布 同样的 我们在背景 其实是要开一个ROSCORD 好 这时候再打开 RVIZ 点 add by topic 那我们就有一个 topy是 KittyCam 里面的image 那我们就看到一张 静态的影像 它就是发布零号这个影像 那假如我们要让 要让它是一连串的 像影片一样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数捷掉 那就是刚刚读的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变数 叫做frame这个变数 frame一开始 我们初始化叫零 那然后 frame 然后你快要录一次就加一一次 那因为这个资料夹里面有 107张照片 所以为了要让它循环播放 就去 就是 对 就是取余数107 好 那这样子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播放 连续的照片 然后 它是RAS的格式 在RVIZ里面 RVIZ里面去显示 所以 publisher是三个步骤 第一个 宣告publisher物件 设定发布频率 然后把 画友会全把publisher去 包起来 并进行发布 那这个过程中 我们用到了 CV Bridge 去做 OpenCV的格式 跟RAS Message的格式的转换 好 那 另一边呢 我们去写一个 subscriber去 收到 收 收这个 收这个 还是 转换 那这边呢 我想展示的是 好 我们先看结果好了 一样又 序序序序序 写完了 我们这边要做的结果呢 就是去 收 刚刚 刚刚发布出来的 RAS Message 的影像格式 接着把它转成 OpenCV的 可以处理的格式 然后试着去 画出地上的线 那这之后 假如你要做什么 跟随道路啊 再去做相关的处理 那这边做什么事情呢 一样 我们刚刚是 我们要 我们的 标头党 要去 要去 引用CV Bridge 的 韩式库 那这边 我就是去 借口 韩式 这里 好 然后一样 我们要有 SensorMessage 里面的 Image 好 做了一些修改 然后 那这边我想提的是 在 RAS 里面 通常 其实 因为它是 可以一直在动 就是你的程式 是跑起来一直在动 那其实 这样不好去 挣挫 所以 其实上 你在开发 影像处理的 流程 通常你是从 照片开始 有一件事情 很重要就是 去做视觉化 跟把东西 印出来 可以帮助你 去除错 你从照片 开始 那当照片 把你的影像的 流程做好以后 你就可以把它 变成连续的影片 再用RAS 去送 好 那这个程式的 做的事情 就是 我们要去写一个RAS 的Subscriber 那一开始这个 man是在 没有man 去定义一个Subscriber 这边有两 一个函式 就是 有两个函式 image callback 跟 callback 跟line intersection 好 那 man在底下 好 那man的 man样子 第一个写 我们有一个Node 它叫做LiveFollower 那去 初始化了一个 CV Bridge的物件 接着去定义一个Publisher 那这边有趣的是 这Tuby前面用 Polldown 其实这是跟 NameSpace 就是你要怎么去 就是它之后会变成LiveFollower 写线 ImageRaw 这个Tuby 然后QSize 是1 那它 这边是把处理以后的结果 送出去的Publisher 就是刚刚那个绿色 地板上绿色的线 那Subscriber呢 我们去Subscribe 刚刚Kitty Kitty去传出来的照片 所以Subscriber 所以Subscriber 你就是去初始化 一个Subscriber的 物件 那当它收到一个 影像的封包 它会进这个 imagecallback function 那这边要写一个RawsePieSpin 好 那进到这个imagecallback function imagecallback的话 它会把收到的影像message 送进去 送进去以后 因为现在这边还是 Rawse影像的格式 所以要把它转成OpenCV 可以处理的 所以是叫用了 imageMessageToCV 这个函式 把它变成CVImage 那这边为了显示结果呢 先做了一次 Copy DeepCopy Copy 叫CloneImage 到时候画图用的 好 那底下做的是第一步就是 所以你在做影像的 开发影像相关的算法 视觉化很重要 所以你可以做完 一开始你 一开始你可能不知道 你没有收到这个callback 有没有进去 你就可以在这个callback里面 print 算很 算 就是去print一段集 再来你就可以知道说 程式运行到哪里 就是说这个方法看起来很 很土 但是其实蛮有用 print其实蛮有用的 就是显示出 你程式执行的流程 当然你在IDE里面就可以去设断点 对 那你 按影像处理的演算法 你要去视觉化 所以我们去 在各个步骤 你可以去 去向第一步 做了 把原本的影像做了 模糊 把原本的影像做模糊 然后再来去 找canny edge 找边缘 你会觉得说 好像 open cv就是呼叫一个韩式 没错 就是呼叫一个韩式 去找边缘 好 再来就是去 这边做的事情是画 因为刚刚的边缘 侦测出了 不是地板上的东西 因为它是一整张图 做边缘侦测 所以做了一个遮罩 就做了一个遮罩 那遮罩就是 那我先 你也可以把遮罩去画出来 那遮罩就去 自己取点 这 对 那这点是从刚刚的 其实图上上 图上你可以去看到 看到 走下角 x v 你可以去看到 游标上面 比如说我一直想看到这一部分 你就可以去看相对应的 比如说这是442 左下角442 368 你就可以去画出你的 region of interest 想要观察的区域 好 那把这个mask跟 做完边缘侦测后的影像去做 b-wise 去取 胶纸 那做完了以后我们去 有一个opencp的函式叫做 find contour 去找出 去找出 影像中的轮廓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contour去画出来 好 所以这个 这个程式呢 就是做了一点串的影像处理流程 进了code back function 那这边我要提的一点就是 Q size 就是刚刚一直没有提的一点 就是Q size就是 我们把一开始C line用的 简单的publisher跟subscriber listener再拿出来讲 publisher里面的写法呢 就是之前讲过 一样讲过 就是你去宣告一个publisher的物件 然后loop rate 接着把它包进一个while loop里面 那这边的frequency 10的意思是指说 每秒送10个风暴 14风暴 那listener这边呢 我要讲的是spin spin这个东西 spin你去看ros的文件里面 实际上spin做的事情呢 它是 它是其实里面是一个while loop 然后它包住了一招 get global callback cube 所以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上面宣告的subscriber 会在这里去一起去启用 一起去教用 简单来说你遇到spin 因为它其实它是一个while loop 它会卡在那边 那spin once的话会跳过去 所以 看这边的while loop里面 你有一个spin once 所以这个程式还会执行 继续执行下去 执行下去 在subscriber 那我要讲的是 其实 你除了可以写spin subscriber 你这边除了写spin 你也可以 透过写 写 写一个 你可以透过写一个while loop 然后加这两个写法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写法你可以去控制 你一次要收几个封包 那你要收多快 比如说现在是一秒钟 对方传十个封包来 那这边现在的qsize 假如是1 假如是 所以你 简直来说你的loop rate 乘上你的qsize 要刚好是对方publisher的数字 不然你就会掉封包 那这边为什么 为什么Ross要用q 你可以想象 一个人一直在写 另一个人一直在读 假设今天我们只是一个变数 那就 要做锁 要去锁去管控说 谁 在写的时候就不要去读它 对 那假如我们用 q的话就把这个变成一个生产者消费者的模式 所以publisher一直送 就他一直送到的话 因为他就那第一个到的 到的封包就会被subscriber去读 所以我们这个 所以其实现在这个状况是 publisher 一秒钟传十个封包过来 那subscriber呢 一次收一个 然后一秒钟收一次 一秒钟收一次 这是 一秒钟收一次 然后一次收一个 所以他只收最近的封包 所以其实这会掉很 那我们来执行看看 这边要切到listener 这边的i heard 就不是一个连续的数字 它是1992 2002 就掉封包了 对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收到完整的封包 这个qsize 你可以写成10 再一次 再一次 5152 53616263 7172 它是连续的 所以你只要你的qsize跟frequence 所以它是一秒收一次 一次收10个字 所以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可以去控制 更精细的去控制subscriber收的速度 跟一次要收几个 那如果你 那机器人的感测器资料 其实是 你丢掉 因为它是 下一秒又会来的 所以有时候你丢掉几个没关系 所以 你会看到有人的写法 这里写1的意思 就是他只在意最新的资料 那旧的资料他不要 好 那 那如果你写spin的话呢 他就会自动去帮你调配这件事情 那讲这个话是 还有 更 进阶的写法的话是 你可以去 你可以让其他的subscriber去 就是你可以去控制 运算量比较大的 subscriber执行的速率 他们他们之间的输入 所以再回到我们的 影像的 接收 就到这一步了 下一个是 总结效 subscriber在接收到一个topic后 会触发 被动的触发callback function 那callback 那有ros spin与spinwise的接法 那spinwise你可以搭配qsize 跟风后的频率去 去控制 控制你的行为 那用messageq的原因是 就是 就是讲 你就不需要用锁了 那qsize等于就是拿时间最近的感测值 好 好 那 接着是 点云的操作 我们用线 我们用去 刚刚做的是你让 我们让python去发布了一个 image的topic 然后去 然后 然后让 然后让另一段程式去接收 然后在地上 进行一连串的 影像的 流程 然后去 在地上画质 对 好 那 这边 接下来我们就去发布点云 点云的发布呢 在 point cloud library 点云的发布有一个常用的 点云处理函式库叫point cloud library 那他跟ros就跟opencv 一样需要做 跟ros格式之间的转换叫 pcl conversion 跟一些相对应的 include相对应的值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去 发布点云 那点云的资料的格式呢 是在 我们先回到 keyt dataset里面的 里面的 sync 里面的 vallum die point vallum die point底下有 timestamp跟一些些东西 好 那点云的原始资料是 什么什么点并 点开了以后其实它里面是 你可以去看它其实里面是 你可以用 它的每一个值是xyz跟反射值 一个点在空间中的位置跟反射值 因为它是用光打 lidar去打的 所以会有反射值 那我们做的事情呢 就是刚 这时候你要去用到 sensor message里面 ros点云的格式 叫做point cloud2 对 然后另外我们要去 用到 sensor message里面的 point cloud2 这个物件 去做 去做ros的格式 做pcl的格式跟ros格式的转换 所以你一般在 假设现在没有ros的情况下 就是 让我们会用脑拍去 读 读这个点云的路径 然后 点云的格式里面是 x 对 然后它的资料形态 然后里面有xyz跟 xyz跟反射值 然后读成这个point cloud 然后 这边都是 这边都跟ros无关 那这个point cloud 我们再去把它包装成 填纸 填成 填成pcl ros 发布的格式 所以这边用的pcl2 就是point cloud2 这个东西 可以去看 可以去看 他教用了 一个函式叫做 create create cloud xyz三式 你需要一个header 跟point point 就是点 你可以去点进去 这个点的话是指的是 with xyz三个字 跟一个header 所以这边做的事情呢 就是 把点云档读出来 那这个点 那帮它加上时间的header 这header 那这header这个物件呢 你要去include一个叫做 stdmessage的header 填上现在的时间 跟坐标系 map 那把它用这个函式 抽在一起 接着再去发布 那这个pcl的publisher 这样要写在上面 所以你要宣告一个publisher 这个publisher 这个publisher 发布的 copy名称 叫做 keyt point cloud 它的格式是 point cloud2 大小是10 Q size 好 那一样就是 帮它去 本来是一张一张发的 然后这样做了以后就可以去 去变成连续的图片 那这边我们就去发布 发布了以后呢 我们进到 arvis里面 然后按add by topic 就可以看到keyt point cloud2 你就可以去 去 这边就是 从 电脑的档案里面去读 点云 的原始资料 然后发 包装成ROS的格式 再发布到 arvis里面 好 好那这边要 那这边 这边接下来就是 我们用 pc 好那我们接下来 去订阅这些点云去做处理 你可以用 python去做 但是其实 是可以的 但这边 我们要转换成 用c++ 去做 点云的处理 因为考虑到效能的问题 是可以 比如我现在先 这边也可以先示范一个 python写的程式 就是 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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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想要 同步 影像 跟雷射的点云 这两个topic 好 你可以用一个 ROS的套件 叫message filter 去同步 两个topic 比如说 比如说你现在有左右摄影机 那你要让他们两个 几乎同时间收到 用message filter 去做这件事情 好 那这 这边就是宣告了两个subscriber 一个是kittycam 一个是kittycow 然后去教用了 然后去教用了 这是他的 寫法 去 那他们有各自 去把这两个subscriber 然后去这样写 那他们 假如他们同时收到 他会去触发 cam pcl callback 这个函式 那这边就去 印出一个 哦 在这个函式 在in cam pcl callback 里面 代表他 进去了 触发了 好 那实际上 我们去执行这个 这个程式 你发现 诶 他没有印子出来 所以代表说 没有进到 这个callback function 这个callback function 没有触发 那这个原因是 这个原因是 影片 影像 跟 雷射点云 其实时间不一样 厉害 因为我们在做 发布影像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去 没有去 没有去指定时间 没有去指定时间 嘿 所以我现在先把这个 阻止调 打开 这样我们 我们就是回到刚刚那个pcl pop 拍的 的程式里面 这样 我们把原本open cv 的open 就是去资料夹里面读 图片 把图片 转成ros的格式以后 帮他填了header stand 就是当下的时间 跟pcl 用的是同一个时间 跟point cloud 用的是同一个时间 然后做标map 这时候我们再publish出去 这样做 好 那我们再回到 kitty message sync 这边去执行 你就看到encode back function 所以你就 他就有进去了 所以 这两个topic 假如是 你要他们接近同时 去 去搜 一起搜 你就可以用message filter 这个 韩式库 那他的写法是这样 好 接下来我要示范一件事就是 用c++去写一个subscriber 然后把点云的数量去下降 那我们的程式码是在pcl tutorial ros tutorial里面 src 那点云这个格式呢 其实他是 pcd是科达公司的 科达公司 做的影像 点云的格式 嗯 好 没关系 那我们这个 这边想要示范的是 用c++去订阅 点云 然后接着去处理 然后再把 ros的subscriber写成class的形式 以及去比较 比较 比较假如你今天传入的是 物件 或传入的是一个reference 效能的差别 好 那我们来看 pclfilter2 这个 范例 我们先去编译这个函式 先去回到cadkin workspace底下 打cadkin make 那这边顺面一下 这边 pcl tutorial 就是一个ros package 里面有cmake list 跟package.xml package.xml 里面 它是像 网页式的 就是有开头有标签式的语言 sml 所以有package开始 跟package结束 那重要的是中间这边 build的dependency 就是你用到了哪些相关的套件 然后跟执行时期的run dependency 执行时期需要用到相关的套件 执行时期需要用到相关的套件 那cmake list里面 file package 就是这就是在你们在 cadkin create package package名称后面写的那些东西 好 然后这边 这边 这边用想 这边 这边你可以去试 假如你把 cadkin cadkin package 这边去 注解掉 好 其实你就会发现 你的执行党 并不会在 DEVAL底下 可以试试看 好 试试看 那这会造成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就会是 就会是 你不能用 rawstrong package名称 执行党名称 好 我们再一次 好 看来它有进去 哦 刚刚没存档啊 再一次 所以 等一下 再一次 我们把 cadkin package 注解掉 然后 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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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好,然後去 source environment.ros run pcl ros 嘿,你看 所以當你把 King package 註解掉了以後,你這時候再按 Tab 鍵 誒,它不會跳出你的 Node 名稱的執行檔 所以,因為你自己的,你去看你的 Cat King workspace 底下的 devl 並沒有 the library 底下 並沒有 pclros tutorial這個 package,你的執行檔沒有被扳到這裡來 所以 pcl ros tutorial 所以你在 cmake list 裡面 你要打Cat King package 的用途 是你編譯完的時候,它會把 好 它會把你的執行檔搬到 dvl 底下 那另外,另外要做的是就是 跟 cmake 很像 就是我們的原始碼 你要去 add executable 原始碼 然後執行檔名稱 原始碼執行檔名稱 那你要去鏈接 其實鏈接 Cat King library 那假如你有用 open cv 或 pcl 預先編好的 很是酷 這邊就要再去加入 target link library 再要去鏈接 就這樣 好 所以我們再做一次 Cat King make 好 所以這時候再去ros ros run 然後 pcl tutorial tutorial pcl 就可以看到你的 我們打 pcl filter2 filter v2 承載執行 因為沒有去執行 因為 現在沒有點名被發佈 發佈了發佈了 發佈了發佈了 那我們這個這次是那個 我們把它點掉 我們要看的是被 這裡就多了一個 topping pcl filter pointer 就明顯變 這是 原本的點雲 比較密 後來點雲比較稀疏 這就是 好這就是 那這邊想講的就是 那這邊接下來想講的就是 那我們去 繼續去 細看 pcl 飛行 它就是我們要去宣告pclconversion這個東西,然後跟相對應的 韓式库 那用到PCL本身的韓式库 是用到VoxelGrid 这个 把点云降低 点云密度降低 好 然后我们有一个 callback function 叫CB Cloud Callback 那底下是man韓式库 man韓式库先去 初始化 PCL Filter Node 那这边 NodeHandle NodeHandle 这个你可以去看 NodeHandle其实有分 Private跟Public 然后 对 那Private的NodeHandle 是在存参数用的 好 然后再去宣告一个Subscriber 他去SubscribeKittyPointCloud 那他是写 QSize用E 所以代表说他只 在乎 他调资料不重要 他在乎最近最新的点云 所以Subscribe Subscribe一个TOPP以后 会进到这个CB Cloud 这个韓式里面 callback韓式 那另外定义一个Publisher 把处理过后的点云 再去发布出去 那底下写一个Spin 那进到这个函数里面呢 callback function 对你有没有看到 Publisher被定义在 Publisher 就是定义在全域变数里面 你可以去看ETHZ 就是他有说Subscriber最好去 就是相对应的地方 宣告相对应的地方 好 那 Cloud callback 这就很有趣的一点就是 这边说到其实我想讲的是 Constance是指你丢进去的东西 它之后不能被改变嘛 因为就是我们的点云就是不想被改变 那这边丢进去的 是一个物件的参考 物件的参考 那丢进去了以后呢 我们先去宣告一个output call 那这些是为了要做 要去 那现在是我们要把 主要是这样 我要把Ross的Message 变成PCL的格式 所以我们前面就是原本丢进来的Ross的Message ImageRessage 它是一个参考 C 对 然后后面这边 是为了我们要去做PCL的处理 把它的处理 宣告的 它是宣告成一个 New 一个 这个 Input call本来是一个指标嘛 那你要变成 变成物件 就是再加一个星星 那这样做了以后呢 这样做了以后呢 然后接着下面这边 就在调用 Point Call Library的 Box of Grid Filter 然后去做点云的 点云的 当Sample 就是 介绍点云 做完以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点云 去 转成PCLRoss的格式 去发布 所以这就是这个C++的 C++的 C++就是这样 V3的差别 第三个差别 我主要想讲的是 这边传进点云的是 Point Cloud Tool 它传进去是一个 指标的参考 指标的参考 然后后面做的事情都一样 这边会不一样 因为它是个 指标 所以刚刚这边 刚刚这边是 所以就是查了这个信心 那这个到底有什么差别 我们这边有一个 小小的示范 叫PTRTest PTRTest 在PTRTest 里面有一个Mate 假如我们可以去量 我想要去表达的是 就是 Sus Suscriber就是 我们丢进去了 原本 DV2的版本 这边是一个 物件的参考 所以丢进去以后 其实它要复制 不用复制 就是 那这边 那另一个是丢的是 一个指标的参考 对 然后它们的 效能的差别 那另外这个 Point Cloud To Constant Pointer 它是一个 Share Pointer 就是 就是 就是它会做 Reference Counting的 Pointer 好 那这边我们去写一个 man 团式 然后去 make sure 去产生一个 SharePointer int的SharePointer 然后去 所以我想 所以正确来说 这边应该要去量 subscriber 传参数进去的时间 但是 好像不知道怎么量 所以就写了这个 这个小程式 去模拟 然后这边去 时钟的起始 不要不要看这个 我好像开错了 在 Taking Workspace里面的 src底下 有一个 Ptr test 在 Ptr test 底下的 man -cpp 好 所以我们要比较 的差别就是 这个man 函式里面 会去 有一个 for回圈 去执行很多次 然后它一直 去呼叫一个 叫 复额的函式 那这个 p呢 它传进去了 是一个 指标 就是 但是复制一份 复制一份指标进去 那传进去了 现在这个 是参考 指标的参考 就是我们刚刚 point cloud 就是 B3里面的写法 然后它去 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去 算它的 做完这些事后的时间 所以现在是传 指标的 参考进去 我去编译它 花了4秒 那假如我们今天 丢进去的 不是参考 丢的是 一个 就是 丢的不是参考 直接丢一个物件进去 就会可以看 发现这个时间就 就比较久 就很多 22秒 22秒 所以我们 这样 应该可以说 应该可以说 为什么 丢的 假如是一个 指标 丢参考进去 会比较 好 因为它不用去 做复制这件事情 少了一次 复制的成本 那假如你的 假如point cloud 很大的话 就会 就会有 跟它差别 那这边 更精准的说 应该要去量 进callback 丢入这些 参数的时间 这就是 pcl filter v3 想讲的东西 好 那接着呢 其实你的 Ross的 publisher subscriber 我们也可以 把它写成 class的形式 类别的形式 那一样 我们上面 其实这些 东西都差不多 那只是 现在我们去 多了一个 类别 叫做 filter 这个类别 那我们把 那这样做的好处呢 就是我们的man 会变得 很简短 另外 韩式 就是你的韩式 不会漏 不会很冗长 你可以再 甚至你可以再把 点h 就是你可以再把 韩式库去分开 分开前 不同的点cpp 韩式的偶合会 更小 更小 好 那这边的man 这样做的话 你的man就只要 去初始化一个node 然后去 初始化一个物件 叫filter的物件 再打spin就好了 那实际上 里面做的事情呢 这个物件 filter class filter 类别 filter类别 pubbit这边 比如说你有建构值 你有那个结构值 然后 扣背方圈放这里 那我们这边传的是 指标的 参考 这个类别就定义好了 好 你要注意这边有分号 那建构值 做的事情呢 就是帮我们去 它会自动 初始化那个物件 那这边想提的是 no handle no handle 你会 private的no handle 是给 参数用 parameter用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边 没有参数 那如果 上一版 不是class的写法 我们subscriber是写 收什么topic 然后收的 一次收几个 然后进扣背方选 那如果你是写成class的写法 这边 就会是这个写法 后面就是写 写成this 不叫自己 好 就这行啦 主要差别就是这行 34行 然后这边 一样有个pubbisher 这就是你可以把你的 Ross的 那你的 callback 韩式库 也是 就是这跟他一样的 是 嘿 这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你可以把 你的subscriber写成class的写法 那写成class以后呢 更精简你可以把它再写成 好 这边就为了让大家看 看那个演化的过程 所以 刚刚是同一份文件 但是我把它注解掉 我们把 我们其实在把这个class 类别搬到.h档里面 然后 就是 因为有个filter 就是把 这一部分 类别的宣告 搬到一个.h档里面 filter.h 然后实际上 韩式的实作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写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filter.cpp 韩式的实作就是在这边 那我们的node 就是建构纸 就是建构纸 结构纸 然后callback 对 那这个man 你可以再把它 独立成node 以外 所以现在这个 pcl 底线filter.cpp 就是这些 就是library 做library 韩式库的 韩式的实作 就是放在这边 那我们的node 就会很简洁 那这样子做的话 你要去编译的时候 你的cmake list 里面的写法 就是你要多了 include library include library 就是你放 你那个pclfilter.h的地方 那至于在编译node的时候 node的时候 它就是跟我们cmake的教学一样 就是node.cpp 那它需要里面的韩式库 就是pclfilter.cpp 然后去编译pclfilter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 就可以写得更简洁 那这样你在阅读程式的时候 也会不会一个cpp一长串 不易阅读 好 那我们再回到同一篇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就透过pcl的方式去 去发布点云 那你需要pclconversion 这个韩式库 那接下来这个是讲 再提一下 之后会再看到的launch file的作用 就是当今天你有好多个node 要去启动的时候 你可以去写一个launch file 它是一个启动的脚本 那launch file你在启动的时候 你就不用去打roscord了 它会自己启动一个rosmaster 但是启动的顺序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从launch file的第一个 启动到最后一个 如果你要决定你node 启动的顺序你可以去 在node里面去写wait for message 等待某一个toppy到了再去執行 那launch file总共有四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那另外它可以帮你的toppy去改名字 然后设定参数 比如说相机的震率 白平衡对比等 那你在launch file也可以去用include的这个标签 去启动另一个launch file 用下角有相关的资讯 这我还蛮推荐看names resolving 这个 跟what is the thenros best practice 这边 好 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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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